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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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枪了 不让你开枪了 大哥 大哥 你看 你看谁来了 易德同志 江医生 易德同志 你怎么来了 你们走了以后 日本人就来了 我从医院跑出来 就躲到了山里 后来碰到了你们八路军 你们罗市长说 这正好缺医护人员 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你们不欢迎我 江二姐 你来的确实不是时候 现在到处都有人抓你 你都自己送上门来了 抓我 你闭嘴 我跟你说阿姨 这事没完 他跟日本人没关系 他能这么做吗 这是叛国 这是汉奸呢 把他抓回来 好好下去 原来是这样 我不怕 救死扶伤 是医生应该做的 我倒是没什么 就是怕连累了你 但我觉得 你这个厂长 不当也罢 趁这个时候 好好休息休息 我不是想当官 我现在是个废人 我只是啊 想让杨默 有更多的时间 来搞研究 我现在是没用了 你看 手指都已经没了 应得同志 我这次来 就是想感谢你的 感谢我 谢谢你给我这把枪 你们知道吗 我在逃跑的路上 就是用这把枪 打死了一个土匪 那声枪响啊 惊动了周围的八路军 要不然我也找不着你们 大哥 多困了那把枪 谢明 江亚 直言 医生 郑伟 我认识他 我以前见过他 他是教会医院的医生 医生 为什么给日本人治病 你知不知道 日本人在屠杀 我们中国人 你反而给他治病 郑伟 他是医生 我也是医生 医生哪有见死不救的 对不对 日本人 来打我们 反过来你还帮助他们治病 你就是汉奸 郑伟 他不是汉奸 他真的不是汉奸 算了吧 他不是汉奸是什么 他也是中国人啊 中国人 中国人 你帮助日本人 我是医生 救死扶伤 是医生应该做的 他付了伤 你还要去治他们 还要救他们的命 你说你这什么行为 你又没有正义感 你是不是中国人 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区节节败退 到目前为止 日军已经准时了 杨默同志在吗 杨默同志 这么晚了还在工作 实在是太辛苦了 这没什么 我们老厂长 比我工作还晚 他一贯如此 坐 指导员 您这么晚来找我 一定有事吧 最近呢 我做了一些调查 你更适合当那个厂长 我愿意 以延安方面的名义 支持你当这个厂长 怎么样 杨默同志 你愿意配合我的工作吗 我跟你说啊 这个应得吧 他没什么学识 他虽然在军工方面呢 有些小发明小创造 但是在合金技术方面 他仍然是个门外寒 而且责任感明显缺失 相对于你来讲呢 他明显不合适 你看你跟他不同啊 你是红小鬼出身 根红苗正 而且我听说 他是为了给他的女人报仇 才参加的革命 这动机明显就不纯嘛 是不是 所以呢 延安方面 还是希望能看到你这样的人才 一模一样 什么一样 我是说您的想法 跟我刚来的时候 一模一样 是啊 那 当时我也觉得 应得 不就是个土豹子 那杨末怎么会比他差的 对啊 可是后来我明白了 革命不是开会 革命也不是搞研究 革命更不是搞全数和打报告 杨末同志 我还是觉得呢 汤志德元 天不早了 我看您还是请回吧 好 那你忙 怎么审上应得了 他可是咱们场的第一号大英雄啊 审谁也不能审他呀 对 就是啊 立了多少功啊 你们知道个啥 肯定是弄错了 他最近做了那么多露脸的事 上面还都一个奖励没给呢 对啊 都别瞎说了 我跟你们说啊 这个应得啊 公然维护 通敌的医生江彦 那是 板上钉钉 是没有错误的 毋庸置疑 不可能的事 安静 你啊 纯属扯淡 这种坏 没什么开头 你什么态度啊你 行行行 咱们接着说 来 念吧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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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员说 江彦二 身为中国人 不知道 国 国家齿 哎 念墨 你怎么才来啊 因为有的人告诉我说 我不用来了 哦 不管怎么说 来得正好 我们现在正要公审通敌的应得 应得 应得人呢 哦 应得是 心里边有愧疚 就是在家装病 不练习了 正好 我们现在 接着审 各位同志们 应得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心里很清楚 对不对 你们能相信 他会叛国 会为日本人做事吗 我大哥是好人 对 我们相信他 我们相信他 方医生 请你不要 被坏人蒙蔽了 你放屁 各位同志 我的丈夫 你们的前任厂长 他死于日本人的枪口之下 他去了延安之后 经常和我通信 信里面他跟我说 叫我多帮助应得同志 他说 有一天他会辞职 让应得同志接任的 这个 是他写给我的信 信里面他说 应得同志 无比忠诚 绝不动摇 就算有一天他死了 他也相信应得 能让大家放心 带领好大家吧 我说这些话 也不是强求大家 相信老人的话 只是希望大家 能够冷静冷静 想想应得的为人 想想他的为人处事 不要做出 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同志们 这封就是任厂长的亲笔信 如果有事不相信的话 可以拿去看看 不要 你们不要相信他们的话 应得的这个错误 是刚刚犯下的 这个老厂长不知道吧 他连老厂长都给蒙蔽了 同志们 任厂长既然肯主动把位置 让给应得 那就已经说明了 应得的人品 我们相信任厂长 任厂长信得过的人 我们当然相信 对不对 对 相信 我们相信我大哥 我看这会啊 也没什么好开的 散了吧 对 不错了 我们都回到各自的工作赶快 咱们还是生产最重要 生产最重要 汤制作员 咋办呢 城市不足 辈市有余 他 固事同志 知道这儿有个江医生吗 江医生啊 他在那边呢 江医生 杨莫同志 你怎么来了 我是专门来看你的 那屋里坐吧 坐 上次见面之后 我就知道我们还会再见 但是没想到 这么快 来 喝水 谢谢 觉得我们冰工厂怎么样 还不错 整齐 有序 看得出来你们花了点心思 你知道吗 一个成功的建筑 往往能够反映设计者的特点 那 这个设计者 是想反映什么特点啊 聪明 灵火 逻辑性强 是 是谁设计的 我呀 杨莫同志 你还挺幽默啊 你不觉得我聪明 灵火 逻辑性强啊 我觉得 你不只是幽默 还挺自信 我不只自信 我还有热情 还有忠诚 我听说 你救了池田 哦 怎么 你也想审问我 不 我只想告诉你 我理解你 作为一名医生 他的首要任务 是挽救人的生命 对于医生而言 生命的意义 远远大于国界 甚至是敌我矛盾 能作为你的病人 我真是很幸运 郭月阁下 你找我 嗯 你来得正好 十郎发来电报 兵工厂 大量缺钢材 我觉得这和八路军的后方物资生产 有关系 池田军 你怎么看 造枪 还造子弹 不是这样的 郭月阁下 八路军是想造威力更强劲的大炮 什么 大炮 看来 这个八路军的兵工厂的生产能力 不可小事 那你的意思 郭月阁下 我建议在我们的铁轨附近 设想埋伏 钢轨是钢材中最适合造大炮 八路一定会大量的盗取 我们的铁轨 池田军 你的建议和我想到一起去了 这次 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杨摩 你这张设计图的意思是 最近听说 鬼子的碉堡特别厉害 我们牺牲了许多同志 所以我想 能不能造一个什么样的武器 能够破了鬼子的碉堡 但是想来想去 也没有个好主意 你帮我看看 碉堡这个东西 防御性很强 而且敌人 都是用重机枪把守 我们的战士 很难靠近攻破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 用炮 对 用炮 你们都在啊 刘芳 怎么垂头丧气的 别提了 都实验好几次了 一点进展也没有 问题到底出在哪了 就没有解决办法吗 问题出在 排挤炮的钢材上 改装以后 钢材强度适应不了 我们想了很多的办法 都弥补不了 它的缺陷 不就是钢材的问题吗 什么样的钢可以用 当然是好钢了 铁轨上的呢 铁轨 那当然好了 铁轨又耐热又耐磨 而且不容易变形 那原来灶炮 再合适不过了 上哪弄铁轨 你去哪儿啊 别管了 好好灶你们的炮吧 你说人家来看你 你怎么连个好脸都没有啊 生气了你都不知道 行行行 赶紧做不做炮的问题吧 队长 咱干嘛要去偷铁轨啊 问那么多干嘛 这是任务 哦 任务啊 我咋不知道有这个任务啊 队长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厂里要造大炮 你又是为了那个应得 对不对 咋我说错了 你说你去见他 他是不是也应该 出来见见你啊 这你还没嫁给他呢 他就这样 别胡说八道啊 你再胡说 我派你去日军司令部 杀姑爷去 好好好 我不说了总可以了吧 汤指导员跟我说个地儿 小妈铁轨啊 那个地方防卫最薄弱 兄弟们 准备好了吗 好了 走 你咋不说让我杀港村泥刺呢 我不能不跟着呀 队长 动手吧 不行 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呢 再不动手 听就黑了 顺子 你带一堆人 去挖铁轨 剩下的人 跟我杀鬼子 好 走 帮他们 偷送我一起来 队长 鬼子有埋伏 他 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要铁轨你跟我说呀 你这是个女人你干什么你 今天要不是我冒死把她救出来 没准你一辈子都见不着她了 我警告你 以后她要再出什么事 我跟你没完 不是那样的 是我自己非要去 是我害死兄弟们 我害的 刘宝 这是误会 宁德根本就不知道 她怎么可能让姚芳冒着生为危险去拔铁轨呢 别说了 都是我的错 我明明什么都做不了 还害了大伙 兄弟们是我害的 是我 你就是个废人你 刘宝你太冲动了 硬得为了造炮 已经付出很多了 我就是要骂她 有困难自己扛着 别指使别人 像个爷们吗 走 好多了 你要多注意休息 这两天天气冷 你要多注意保暖 好 我听你的 我今天听说 有不少人 吸收了 是啊 那是姚队长的幼聚队员 他们每个人我都认识 我跟他们曾经在一起工作 在一起生活 见过他们笑 听过他们哭 你努力把他们治好 可是他们 伤好之后又马上回到战场 去面对死亡 为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生和死对他们来说 已经算不了什么了 其实 说起来 你们也是医生 我当医生救人 但是你们制造武器 是为了结束这场战争 你们救的是国家 我以前特别不理解你们 但是我现在明白了 我救人只是一时的 不能避免他们死亡 但是你们给他们的 是永远的幸福 不 你把我们说得太伟大了 我真的希望 能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和平 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 放 不行 不行 这套还不行 这套还不行 还得试 你看 不成 怎么还是不成啊 宁德 您不能放弃 失败对我们来说 不过是又一次经验的累积而已 我做什么失败什么 我做什么失败什么 我就是个废人 英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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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啊 我来了 吃着啊 行了 别装了啊 从你的呼吸节奏上 我就能听得出来 你啊 你根本就没睡着 来 起来 颖子 颖子 起来起来 咱跟俩好好聊的 我这次来啊 就是想跟你来一个 废人和废人之间的对话 你还记得吗 上次我受伤的时候 你怎么劝我的 你怎么鼓励我的 那小嘴巴巴巴的 可能说 怎么了 啊 自己受伤了 就认怂了 就变窝囊了 是个爷们儿吗 你 你等我告诉你啊 姚芳为了你的事 可伤心了 你啊 要是个爷们儿 赶紧从被窝里爬出来 去瞧瞧人家 好吧 我这对牛弹琴呢 不起来是吧 看你起不起来 行 行 我也管不了你 留声机 我给你带过来了啊 姚芳让我送过来的啊 他没心情见你 让我给你送过来 挺好了啊 这是你最喜欢听的 春天的是什么语 我走了啊 应得的身体情况 你们也了解 可是咱们厂现在 所以我觉得 现在最好的办法 是由我 来暂时 带领这个厂长的位置 如果我当厂长的话 那么 停 停 好你个杨末 天天假装维护我大哥 趁我大哥身体还没好 你就抢他厂长位置是吧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果然是高看你了 你到现在还惦记厂长这个位置 雷王 你了解我 你表个态法 应得要是不当这个厂长 我在这待着也没什么意思 我回去打我的仗去 你们随便吧 应得要是不当这个厂长啊 我们干的也没劲了 走吧 走走走 回干嘛 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间了 我想跟你谈谈 谈什么呀 我跟你不守 刘芳 他们误解我 是他们不了解我 难道你也这么看我 你是什么人你自己不知道吗 你做的事你不知道吗 应得为什么受伤 为什么好几次在鬼门关上转 他多难 你倒好 一句话 就把他位置给占了 妖房 应得的身体你知道 他的脾气你比我更清楚 现在大伙一直给他鼓劲 这样下去会呼呼把他累死他 你什么意思 你是真心实意地在帮他 对 你好好想一想 我对应得怎么样 对咱们厂怎么样 你还不明白吗 你呀 你的眼里只有应得 起来 应得 我真是看错你了 没想到你是个懦夫 你知不知道 妖房为你连铁轨都跑了 我们还牺牲了六个同志 他也差点把命都丢了 你小子睡啊 我把你这些烂图者都给你烧了 我点了 我点了 我烧了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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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小方 这是应得对图纸做的改进 他已经开始工作了 你看这些设计 图纸是不错 最大的问题是材料 材料的事我来想办法 不行不能再让你冒险了 那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杨末说得对 不能再让你冒险了 你们都在这对不起了 让你们担心 易德你终于来了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让我们担心 我就会把你房子都给点了我 你们不用说了 我已经决定了 不管有多少人反对 我依然要当这个厂长 我希望 在这段时期 应得能够恢复状态 以最佳的状态 投入到他的工作 和研究到底去 同志们 听我说 其实啊 我早想明白了 杨末同志 的确比我 更适合当这个厂长 杨末 我支持你 同志们 我也希望大家 能够支持杨末 我也支持杨末 刘宝呢 表达太阪吧 你应得都这么说了 我们还能说什么呀 同志们 那我们就说好了 选举的时候 都投杨末的票 谢谢你 不 该是我谢谢你 药来了 杨方姐 应得同志 杨末同志 这是你的哮喘药 谢谢 走走走 刚才你看见了吗 我刚刚看见了 我也支持你 太好了 这个资料太好了 不过是一张照片 不知道会不会有用 有用 当然有用了 这是德国造的 88毫米的高烧炮 太适合我们了 但是仅仅凭一张照片 不知道我们能不能造出 我们想要的高烧炮来 你看 可不可以通过 这个人的高度 来逆向测出 炮管的这个长度 以及炮管的口径 还有炮台 重心的位置 炮 好 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终于成功了 成功了 报告 报告厂长 射程不够 只有400米 4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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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看来亮尘之后 精度无法保证 哪出问题了 先拉回去 把炮拉回去 走走走 既然大家都不发言 我说一下我的想法 在技术上 我受过严格的训练 对现今的武器比较熟悉 在个人体制上 我完全可以应付高压的工作 所以我认为 我更适合来当这个厂长 我来当厂长 同样也是为了革命 而不是为了私利 我非常同意 杨默同志的说法 论技术 论知识含量 我相信咱们厂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跟他比 论思想境界呢 他入党比我早 经历过不少的考验 论体能 我是个残疾人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相信 杨默同志 比我更适合当这个厂长 我也相信 他能够带领我们 造出更多更好的武器 怪了怪了 我说你们这是竞选吗 你们俩早串通好了吧 市长 厂长本来就应该 谁有能力谁干 杨默一定行 市长 要不 你来给所有评判 要我评判呢 我和你们想法都不一样 没关系 我们绝对服从 组织上的安排 嗯 哎呀 依我看呐 这个兵工厂的厂长 就由应得来当吧 杨默你就当这个副厂长 你俩分一下工 说好了 分工不能分家 我相信在你们二人 精诚团结的领导下 兵工厂一定能够办得 风风火火 啊 你们现在兵工厂的任务 就是要多造枪炮 多造弹药 我们要打神仗 我们要多杀鬼子 你们二位有意见吗 嗯 啊 无从组织安排 那 国长通过 听到 长长 请您签字 杨默 我们要迎接新的工作了 是 胡子 厂长 你别厉害 你就当没看到啊 胡子 我不怪你 我真的不怪你 俺 俺没练见你 俺没练见你 你不赶俺走 俺已经知足了 以后 你就让俺在厂里 扫扫地 厂长 你就别来见俺了 行了 胡子 胡子 我想请你帮个忙 能帮我吗 你就别说笑了 俺是个残废 俺有啥能帮到你的 我也是个残废啊 对不起 俺不是这个意思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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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子 你看我这只手 有跟没有一样 哎呀 这两天啊 我就把自己关起来 什么人都不敢见 就是因为啊 我没办法一直手运作 一直手会图 我看你什么都会 能教教我吗 应得兄弟 胡子 还记得我刚当兵进场那会儿 就是你手往手地教我 你现在还愿意教我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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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德 耶德兄弟 我胡子对不起你 谢谢啊 我试试 关键啊 是两水加紧 嗯 哎 嘿嘿 成了 嘿嘿嘿 嘿嘿 哦 这样啊 嘿嘿 好 哎 要不这样吧 我们再找几个人来 把大炮拆了 好好检查 拆了 装装了 拆三遍 不还是什么都没查出来吗 是啊 这问题出在哪啊 我看呢 这问题啊 是出在我们身上 我们身上 是 你看我妈 没有造大炮的经验 也没有技术 甚至 连大炮实体都没有触摸过 就凭空想着要造出大炮来 哎 这 太高估自己了吧 那这大炮是不是废了呀 在那秘密技术林里 到处都安排着同志们的素营地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 没有船子 有那敌人送上 没有枪 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成长在这里 包头 哎 你刚才唱的什么 我唱的 游戏队之歌 是这我知道 哎 你再给我唱一杯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 有我们 下段 下段 没有吃 没有吃 没有穿 不对 再来 没有枪 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就这句 怎么了 没有枪 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敌人给我们造 日本人 怎么会给我们造大炮呢 咱抓一个不就完了 咱抓一个呀 抓一个啊 哎 那就抓 吃点 别